大家好,我是启明,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是2020年的9月3号 习近平在新疆搞了一个集中营 新疆的党委书记陈全国被美国制裁 习近平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 香港的林郑月儿被美国制裁 现在习近平又在蒙古搞事情 搞这个文化大屠杀 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前列抗议 据媒体报道,有数万名蒙古学生和家长 据说还有当地的蒙古警察 参与了这次抗议集会活动 目前蒙古的局势是非常的危险 据中共以往邪恶的做法 我们可以猜测到 在蒙古几乎中共唯一的手段就是暴力镇压 因为大家知道 在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 中共都敢搞这个暗杀 搞镇压 那么在蒙古这个地方 中共自己管辖的地方 他绝对第一个首先想到的就是暴力镇压 这个是令我们非常担心的 那么蒙古人这次为什么会反应这么激烈呢 大家知道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希特勒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消灭一个民族 首先必须得消灭他的文化和文字 语言对一个民族的精神塑造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 中共窃取中国的土地后 一直在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道德 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中共以扫盲为借口推广简体制 但是目前在中国还有一亿文盲 这个文盲根本不是你简体制和正体制的区别 这个是中共教育的问题 教育商业化的问题 使很多中国老百姓读不起书 和你使用正体制和简体制没有一毛钱关系 这个是中共的一个借口 其实中共早在延安窑洞的时候 就有着邪恶的想法 当时有一个小组专门讨论 废除中国的文字 使用拉丁文字的新文字 当时这个因为中共还没有窃取政权 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中共窃取政权以后 中共是迫不及待的推广简体制 大家知道中国的正体制是神传给人的文字 背后是有意义和内涵的 被中共简体化了的文字 就没有神给人的内涵 咱们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爱情的爱字 爱情的爱字正体制中间加心 简体制中间无心 所以现在的大陆人被中共迫害的非常厉害 道德非常的低下 人与人之间没有真心的爱 大家都是在坟禅作戏虚情假意 像中共的贪官 在中国大陆哪个没有一个二奶三奶的 再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关系非常好 每次见到我的时候 他总是说 你的天庭饱满耳垂这么大 你的福气很好 其实你应该去开个餐馆 做点生意 肯定能赚钱 他每次都跟我这么说 我就很奇怪 我就不好意思问他 后来他每次这么说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就问他 我说 你为什么老说 我这个天庭饱满 垂这么大 做生意肯定就赚钱的 每个人他有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 我不太喜欢做生意 开餐馆 我就喜欢这样上班 也挺好的 后来他就给我讲了 他早年在大陆发生的一件事情 是怎么回事呢 他早年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女朋友 两个人关系非常的好 因为谈恋爱了 最后你还得见家长 但是这个女方他家的条件非常的好 我这个朋友家境就一般 可以说是比较穷 这个女的呢 但是非常喜欢我这个朋友 两个人关系也非常的好 那么这女方呢 就邀请我这个朋友去他们家见家长 女方呢 也向他父母表达了 他非常喜欢这个男生 希望能跟这个男生在一起 没有钱 没关系 他们成家以后可以再赚钱 有自己的生活 但是在男方见家长的时候 双方都谈的比较好嘛 后来女方家长 趁他女儿不在的时候 找我这个朋友谈了话 希望他呢 不要和他女儿在一起 给出的理由呢 非常的奇葩 当时我这个朋友受的打击 也是非常的大 他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女方家长不好意思 直接拒绝嘛 他说你们两个还年轻 再等等 然后他给出了一个理由说 我女儿跟你在一起 应该不会有福气 那我那个朋友说 为什么呢 我们还很年轻可以奋斗啊 他说我比较喜欢看线 我发现你的天庭不够饱满 耳垂不够大 我女儿嫁给你的话 未来是没有福气的 当时我这个朋友就懵了 当时他还年轻啊 他也不懂什么天庭饱满 耳垂大不大的 他也不懂啊 后来他出国以后 他才知道是女方家长 故意拒绝他 听了他这个奇葩的理由以后 我笑了接近十分钟 后来我告诉我那个朋友说 你还有他父母的联系方式吗 你给他发一个微信 告诉他说 猪八戒的耳朵大 猪八戒福气大 你找猪八戒吧 说这件事情呢 其实我是想告诉大家 中共在浅淫默化的 破坏中国人的道德 和破坏中国人 大家知道父爱如伤 夫妻之间要真心相爱 那中共把这个爱字的心去掉以后 大家都是在坟场作性 因为爱字无心 所以父母对儿女也不是真心 只是横连 对方有没有钱 男女之间 爱字无心 就不会有真爱 如果说碰到利益关系的时候 双方会很快的分开 目前中国离婚率这么高 真的跟中共迫害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是有直接关系的 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在海外的华尔代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认识非常的少 因为他生活在当地的国家 接受到的教育和语言 都是当地的国家 虽然他回家跟父母交流的是中文 也到中文学校去读书 但是这里的中文学校 咱们可以说90%以上 都是被中共渗透的 所用的教材 也是中共的这种谎言的教材 那么这些孩子长大了以后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就知道非常非常的少 再一个他对中国传统文化 在认识上他就非常的困难 不像我们早年在大陆生活过的 那么对中国的这个历史或者文化 你一说大家都知道这个人物是谁 大概这个人物的历史和他的这一些 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 所以语言对一个民族来说非常的重要 一个民族语言消失了 这个民族也就消失了 中共在蒙古搞的文化大屠杀就是这个目的 中共要把蒙古族消灭 因为中共他来到中国 他就是为了迫害中国人的 咱们刚才提到他对新疆的文化迫害 对蒙古的文化迫害 对香港的文化迫害 今天我看到一个报道 中共把魔爪也升陷了西战 古人有句话 天要灭其王必先让其狂 中共现在就是这样 中共在最后的时间里 中共要疯狂的迫害中国人 在中国和平先处的每一个民族 中共把魔爪升陷了他们 那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了 如果有朋友对我们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订阅 点赞 分享我们的视频 谢谢大家再见